春秋繁禄,二端春秋,至义有二端,不本二端之所从起,亦未可语论异,也,小大微柱之分,也。 夫缆求微细于无端之处,成之小之将位大,也,微之将位柱,也。 吉凶未行,圣人所独立,也,虽欲从之,莫由也矣,此之未,也。 故王者受命,改征朔,不顺数而往,必迎来而受之者,受受之义,也。 故圣人能积心于微而至之卓也。 事故春秋之道,以缘之身正天之端,以天之端正王之正,以王之正正诸侯之即位,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志,武者俱正而化大行。 故书日时,星云,有欲,地震,下大雨水,东大雨薄,陨霜不杀草,自正月不雨,至于秋七月,有欲来朝,春秋亦之,以此见悖乱之指。 事小者不得大,微者不得住,虽甚莫,亦以端。 孔子以此孝之,无所以贵微众矢是也。 因恶夫推灾意之相于前,然后图安微霍乱于后者,非春秋,之所甚贵也。 然而春秋举之以为异端者,亦欲其省天谴而为天微,内动于心智,外见于事情,修身神己。 明善心以反道者也,岂非贵微众矢,甚中推孝者哉。